我给大家讲一下12月13号去澳门的一件事情 就很恐怖 12月13号早上9点我就到达港澳珠香港口岸 当时就买单程的去澳门的车票 但是进去之后就看到海关出警处就多了很多便衣 然后检查也比之前严格很多 然后我们上了车之后巴士上了那个港珠澳大桥 但进入海底隧道之前到了人工岛的那个地方 巴士呢环绕人工岛转了一圈 当时呢就突然转入一个从没进入的一个建筑物 所有的巴士就是全部要排队 然后要等待进去 然后就是全车的乘客全部都要下车 重新就是安检 然后呢有的乘客就说呢 下星期澳门回归 习近平要到澳门才那么严格 反正气氛非常紧张 一下车呢旁边全是海枪实弹的 全副武装的特警还有警车 拿着枪 我们呢就排队一个个的排队 那加上铁丝网你就感觉自己进了好像那个新疆集中营一样 然后呢所有的乘客呢无差别的排队 然后逐个逐个的就面向一个安装了镜头的一个机器 那个机器呢就是比脸还大 就是能把你整个的脸和上半身都能看得见吧 等待数秒之后呢 你会很清晰的看到自己的样子 就拍拍在那个部机器上去上面 然后上面程序上就写 还对程序已完成 然后被人才可以离开 这个呢可能就是那个人脸识别系统 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的背包就放在旁边的台子上 然后呢公安呢就用探测机就像进机场一样 就从前后再给你搜身一遍 然后你再取回自己的物品 再左转又进入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呢就像出境入境一样 它又有个柜台 你就重新给它证件 又重新登记 然后确认那个身份才让你走 然后就出来之后就等待上车 通过这件事情呢 就本人一定要做一个声明 这个人脸辨识系统呢 在没得到香港市民同意 现在已经应用到香港人身上了 但运输处等政府机构呢 却从没有 从没就此更新措施做出声明过 而且这种不尊重人权 向到访澳门的香港人进行白老鼠测试 有人揣测呢 这是因应习近平将于下周到访珠海澳门 而加强的保安 不过无论任何动机呢 本人就此举向香港政府及北京政府表达强烈的不满 并希望媒体能向所有香港人转达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抗议这种偷偷摸摸将个人身份 经人脸识别系统被记录 甚至被监控 特别是经港澳珠大桥到访澳门时做这种不正当的公道 本人再三希望媒体呢 向香港人报道这个事件 香港政府选择不公布的海关 套取香港人身份资料 以免更多的香港人在现实社会局势紧张之际 让中共有机可乘 靠人脸识别系统 向香港人进行这种民族大清洗 而且呢 到了澳门呢 街上到处都是那个智慧灯柱 所以呢 每个香港人要是去澳门的时候 要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就是这种 这个旅程感觉真的是很恐怖 就好